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与你 共建香港人的世界 坚持香港人精神 Hong Kongerism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我们星期六晚的香港台 Cross Aussie Hong Konger 和理讯 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东西去说 今天我大宝会和Larry一同一同看破澳洲的事情 Larry你好 你好 大宝 我们今天很开心 又可以和观众听众讲一下澳洲的事情 是的 最近你经常出声 你觉得是不是疫情开始舒缓 或者BA2的Omicron的疫情开始有些受控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觉得街上多了人呢 多人到 吓死你了 搭巴士又要挤壁 但是在澳洲有好处的 那些人全部都要戴口罩 走街上又多人都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跟疫情的时候的情况都差不多了 所以都不错去回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那你在哪点啊?又怎样啊?大宝 那边我又觉得街上旺了很多 首先先指声明一下我大宝这个星期 就是刚刚过去的几天 其实很多时间我都不在雪梨 我就去了墨尔本 在公在私都有很多事情做 那去墨尔本有很多的游历 去见客啊 或者见生意拍档啊 甚至我去 我有一些认识了的朋友 我都很久没有去的 那这样就于是乎就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catch up 因为疫情都开了 就是已经是两年的时间了 就是很多人都不敢去坐飞机的 也都是停了一轮 那现在开回生意活动 就是经济活动开始出来 那大宝去坐飞机的时候 都全员满座 就是有飞机都很厉害 甚至乎我要去租车 因为我的生意拍档啊 那些全部都是在 不是在市中心的 就是要去駕駛去一些偏远的地方 那我就要去租车 那租车呢 就恐怖到你去排队拿车 你已经是预计了了 我都要排了45分钟 才可以去拿到一架车 那其实我觉得在墨尔本 都很back to normal 那墨尔本也是很好 墨尔本的市政府 他都去刺激消费 搞了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说如果你在市中心 就是那个格子 Hoddle Grid 我们叫做 Hoddle Grid里面的餐厅吃饭 你去上载你那张的单 那边你是有一个减的 就是有一个减的 就是减回你出的钱 那又给你一些钱 那其实挺好 我都减了 就是我都减了 那其实应该都可以刺激消费 那刺激消费呢 那很自然呢 就要讲一下澳洲 就是最近的经济活动情况 那这个星期呢 澳洲呢公布了 这个最新的失业率呢 是2008年以来最低的 13年之前的纪录了 现在是4% 4%而已 那其实很鼓舞的 因为呢 我们记得呢 以前澳洲经常说的失业率 就是5% 5.2% 已经要开箱便行 续以下只剩4% 那是很厉害的 那同样也都令人鼓舞的 就是女性呢 就是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率呢 在这个 就是今年的2月呢 上升了0.2% 去到62.4%的历史高位 就是说呢 就是可以劳动的人口 就是所谓18至65岁 或者67岁 的女性呢 有62.4%的人呢 是可以去上班的 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来的 那 但是呢 反过来说呢 我们的所谓的故乡 美丽新香港呢 统计住也都公布呢 就是12月到2月份 那个经季节性调整了的失业率呢 4.5% 竟然比这个 澳洲还要多 那 Larry你怎么看呢 我感觉是好像平衡时空那样 我们觉得 一向都是 澳洲的失业率呢 都是会比香港 是高很多的 那现在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令到香港的失业率呢 是高于澳洲的呢 那大宝你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其实有几样原因的 第一就是呢 澳洲就是 虽然是第一波 就是我们讲的是 这个 就是肺炎的第一波 Alpha的时候呢 就死得人多了 因为我们有些 很不幸的一些事件发生 比如说是邮轮里面集体去染病 甚至乎是物业判封城封了几次 就是原因是可能是酒店 就是隔离酒店的人 就是员工出事 又带回他们家 又在酒店里面又再交叉感染 就是这样的不幸的事件是发生了 但是澳洲政府都动得怎么样 驚一时长一致 然后跟着在这个推这个疫苗的帮助之下 就是已经是有九成多的澳洲的国民 是已经打了两针了 那第三针呢 就要继续去大家加把劲了 值超过一半 那还有那些五至十一岁的小朋友 都是开始了他们打疫苗的安排 没多久了 那他们要急起秩序 但是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怎样好像Larry所说的平行时空 就是其实在我今次墨尔本之行 其实有几样东西可以看到出来的 就是生意拍档啊 因为可能是封关封了很久了 那现在开了 那重新开了的时候 就有一些现象浮现了出来 那第一就是生意拍档啊 那些客人都说很难请人 就是可能真的在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反思了生命 就是又或者可能你知生意还要继续的时候 那他们有什么安排呢 就是那些员工可能work from home 那work from home 那现在疫情已经叫舒缓了 或者大家戴口罩都没什么 或者可能是打了三针 然后就算中了一招 都是病情轻微 自己隔离七天就可以了 然后就很多公司都想要求他们的员工 就不要再work from home了 我们就五天回到办公室了 于是乎我想是很多的澳洲人 都懂得去享受生命 去重新把他们的生命去调整 于是乎就不肯 然后就辞职 大辞职潮 于是乎就很多劳动短缺 那再加上因为疫情都两年了 那很多的临时签证的朋友 其实他们都是佔去了劳动市场 好一大决的一个部分 那他们因为疫情的时候 他们回到原本的地方 现在还没回到进来 于是乎就很难请人了 那请人是请到 甚至乎不是说加10% 加20%的人工 那些人会来 是说加一万两万元年薪 都未必有人制 可能是一些很普通的文职 就是随时如果一般来说 可能是五万五元至六万元奥元一年 你随时可能要到七万或七万五 那些人都未必会抠你 那真是很有趣的 那还有工作从家 很多情形之下 那些人就不再在市中心上班 或者不再去着意 一定要住在市中心或者附近 而是走去乡郊地去上班 又觉得好像很笨 那变了这么多事情加起来 就变了澳洲的劳动失业率低 女性就职的参与率又高 而就业不足率也是很低 所以变了很多事情 就是经济活动仍然继续的时候 就变了这些问题开始浮现了 另一件事就是说船 我们一直说的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买车 是在等一年的 是啊 我也想买一辆车 怎样知道去到这个公司那里说 你车啊 你好订了 不订了? 现在你订都要九个月才到 哇 九个月了 哇 九个月算好了 是啊 原来九个月算好了 再迟些订了一年后才有货 Toyota的RAV4就是现在的船 起码超过一年才会有货 甚至乎有些很怪弹的情况出现 我想Larry都知道了 如果你是去买RAV4 买Toyota的新车 你只要等一年年纪 你想要车一游可以的 你可以选一年或者一年半至两年的二手车 那你买不买呢? 不过比原价更贵 是 那就无谓了 我现在还可以捱得住 所以幸好就不用马上要 要不然好像是买一两年的车 但要比原价更贵 那就无谓了 是不是?大普 是啊 我就幸好 我几年前就买了车 还走得走就不要管它了 最重要是隔车健康 那我们在说Toyota的车要等一年的旋期 那其实旋期都是引起很多不同的问题 就是货柜呢 买货柜都很天价 之前可能说有些人要 香港要装商 也要走人 出走他方 所以就把货柜搞到水涨船高 又或者是可能去年 苏伊士运河的大塞船事件 令到这个货柜都很紧张 其实现在这些疫情开始 越舒缓的经济会洞开始来的时候 那些货柜都很恐怖的 那些价钱 我看有一个英国的 特别看货柜指数的一家公司 他说现在40呎贵 那其实一般家庭都不需要40呎贵 如果你移民装商20呎贵 那40呎贵就是一些商用的 那其实这家贵是8800美金 一个货柜 比去年3月份是贵八成 甚至乎有些是超过一倍的 那其实在这个如果你是做生意 你要等船的话 你都很沉滞的 我觉得 甚至乎最新中枪的 澳洲最新中枪的一个企业 另外一个又是德国的连锁超市 叫Lido 澳洲没有 英国有 那Audi最流行的是什么呢? 他就找一些很本地的供应商 出一些很疑似是branded的东西 那我们都会去Audi看那些 就是看巧克力的东西 那些好像吉伯利的那些巧克力 他可能是改了另一个名字 包装又很像 但是你知道不是那样东西 那就是拿来笑的 那其实呢 Quality OK的 Quality不是一个问题 又便宜 那其实是很多深秀 很多在澳洲人 就是想征打细算的人士 去买东西 或者买东西 都是一个首选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 Audi有什么精彩的呢? 就是星期三、星期六 在它的超级市场的中间部分 就会有两格的雜货摊 Nary也知道了 就是有些catalog 然后告诉你 那个时候有些笋东西去收拾 那今年呢 今年就是因为旋期关系 有一样非常热烧的 Audi 往年很热烧的东西 没得买 知不知道是什么? 哦是呀 那些滑雪用品 是啊 滑雪衣超划的 可能是50元是一件 可以比美羽絨 直接在雪地上穿的那些 不知道是什么法国 不知道是什么 fashion 那些 贵到死那些 然后你又穿两件 穿两件就穿不到 那些这样 于是就是 我想很多人都叫苦连天 就是说Audi 滑雪衣、滑雪用品 今年因为旋期的问题 来不到 那就是很惨 所以也是会影响到很多人 那其实我们在说就业率高 其实经济都很暢旺 暢旺到美国都加息 全球通胀的六洪潮都开始来临 Larry你进油是不是很糟糕呢 是啊 我平时进油 都是选用一些Apps 找一下哪里便宜 哪里进油 我大概都是 过六或者过四 过三元钱 现在进油 是两元以上 是最便宜的 你进哪一只 你进98油还是94油 还是91油 我已经进到最低一只 是90的 91、90的那些 但是都这么贵的 大宝 所以现在在澳洲 那些油费真的不便宜 有时候进九可能四五十元 现在已经过百元才行 我刚刚那缸已经是过一百元 我又坏了 我车一定要进98的 就是95那些又好像很亏 进98我看着我家附近 那个已经是 我想是十五公里以内 是最便宜的那一间 那我就是进去 哇 我最后都是支枪 按进去 反而是两个三毫一 就是一公升 当然 比香港的 都便宜的 所以坊间这个星期 每个都怒敲 怒敲什么呢 就是向政府施压 因为政府是抽原油税的 大概是四毫左右 就是不多的 但是都是抽税的 那你用香港抽六成五 那当然是还OK 但是税的东西始终都是 你留一块钱在自己的荷包里 会比给政府好 所以很多人就是去 就是去请愿 或者去发声 去向政府施压 就是取消了一个燃油税 那政府就是非常之棋硬的 是不会减的 但是呢 就是我们熬贵油的日子 都相当 我想都要相当一段日子 才可以继续熬贵油 那大家就是唯有要折衣缩食 如果真的要入油开车的话 是啊 大家都是要或者是转做用这个电的电车 可以比较不用捏贵油了 是啊 那除了捏贵油之外 我们说很多人都会去上班 很多工作 有工作没人做 那我们又要等我们的海外的外奴来 那他们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来住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一些很趣怪的招聘消息 就是譬如澳洲航空服务公司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有些 就是航空业都开始翻 我都说我坐那班物以本机都是爆的 虽然戴上口罩 但是我觉得戴上口罩都有一点害怕 就是三个三个都坐到 那他们就请 不是请空中部门员 他们请航空的管制员 哇 年薪六位数字 很吸引 我看到都眼睹睹了 接着流了口水 哇 整个142万一年 哇 你想想 没有经验 没有学 不需要学历 你只是通过他们的规定 OK了的就是141万一年 那当然话就是这么说 那他都要面评的 不是妈妈的狗都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些 另外就是昆士兰政府 想换了一些旅游业 就想请人去乡镇做旅游业的工作 什么乡镇有什么旅游业呢 比如乡镇其实因为历史悠久 澳洲虽然是一个比较新的国家 但是也有二百零历史的嘛 其实很多乡间小镇 都有很多特色的东西 有些博物馆 有些历史悠久的 可能有些名人的故居 其实都很需要人去打理 或者去讲解 我之前去过恐龙博物馆 那些人都很专心地去做 其实他们都很缺人的 所以昆士兰是找到想请人去 可以拿1500元资助和交通津贴 香港旅游业的人士 如果你带不到团的 你英文也好 可以考虑一下 是啊 好到他给1500元来 还要给交通津贴 住宿又便宜 所以香港的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考虑一下 是啊 其实我最近也接触 我博物馆也接触一些新来傲人士 他们有些有工做 有些未有工做 其实我们听 或者我们再看我们生意伙伴 都说有几种行业 现在都很渴时的 第一大家拿张纸 拿张笔来听听 工程师 工程师其实很渴时的 工程师是说 随时你十万元都未必有人来的 十万元一年年生是没有人来的 如果你是土木工程 电机工程 或者是一些化工 甚至是一些很多风火水电 其实你真的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你有英文是可以的 可以去想一下 那医护人员 你知道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访问了很多医护人员 其实都很渴求的 尤其是现在每个都注重生命的时候 很渴求 优移学管也是很需要的 尤其也知道 现在的房子这么贵 护士尼、密尔本的房子这么贵 两夫妇不反工怎么办 那两夫妇反工的孩子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优移服务现在非常大的需求 是啊 甚至是读读中 有得给你做认真 做完认真 你毕业之后 就在那里做 真是很棒的 另外 老师也会学食 老师学是另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老师以前的待遇 其实所谓的待遇 不是最高等的 不要你打算是香港的教授 那些就是天价 但是澳洲就是一般平民百姓的薪酬 可能做一个副校 或者做一個資深的老師都是說9萬元、10萬元 你可能真的走去不如我去炒個幣 可能你還找得多一個 但是其實我覺得做老師是有一個使命感 還有他們做英才我覺得是很好 將澳洲最引以為傲的一些價值觀去灌輸在下一代身上 以免他們被另外一些消息或者一些概念 價值觀去蒙蔽我覺得是來得更好 所以如果老師你英文很好的 你有另一種語言 譬如你教中文的 但是你英文超強的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來澳洲只是找一個關於教育的課程 然後看看能不能回答橋 其實大家又買樓又貴了 美國加息之後 我想可能樓市都會 我不知道 我又沒有一個水晶球 我又不知道究竟是 劉小偉繼續橫行 還是向上 但是總之小心行事 是的 大家都是 未來一年都會有很多波波上上落落的 大家都是要小心安全為上 大寶我們這節都差不多了 是呀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又去講講一些澳洲的新聞 正太 想找你買車保 那房屋保險你做不做呀 那你保什麼的 正太保險 保你條命呀 大家好 我們又回來第二節 大寶我們現在香港和澳洲的疫情 是很大的對比 香港的疫情爆發得很厲害 不知道你在香港的朋友的情況是怎樣呢 好 香港的朋友的情況非常之不樂觀 繼續是有些長輩 其實都是會擔心的 尤其是當香港繼續封了澳洲關 你由澳洲回香港想去照顧他們 都是會重重困難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引起了澳洲很大批人的關注 甚至乎政府部門都會關注 那這個星期最有爭議性的一段消息 就是什麼呢 就是澳洲駐香港和澳門的總領事 Elizabeth Ward 華爾德 她透過Facebook就說 她就已經寫了一封信給香港的澳洲國民 就是說總領事館會盡一切努力 為澳洲人去提供最新的消息 和風險的安全鳴鼓 還有就是她已經去向了香港政府去施壓 或者去叫他們解話 就是怎樣可不可以去放寬這個融斷機制 融斷機制就是說如果你是回到香港的那幫航班 如果有人超過某一定數量的人中招的時候 香港的融斷機制就是不容許那個航班 會繼續去運作 甚至乎是停了那個國家來的所有航班 澳洲呢 聯同另外8個國家已經老早就被香港封了關了 就是不會有澳洲的機直接進入香港的 但是不用擔心香港去澳洲是機位少 但是有的有得回的 但是這個融斷機制就變成了很大的問題 就好像我們說是有些老人家 我們的長輩中了招 可能有很多東西需要照顧 就變成了理想回去也回不了 那麼最新的融斷機制的目標 就是中了要融斷的就是新加坡 那麼新加坡就變成很嚴重 就是澳洲已經融斷了 不可以直接回香港 很多人都是娶到新加坡 或者娶到泰國 這樣回香港 如果連新加坡的路都斷了 那麼其實都是會很多人失遇 就是好像我聽到很多人都是說 兩手準備、三手準備 就是你不可以直接回香港 那你就選擇轉機新加坡 新加坡用斷了轉機曼谷 又或者可能是轉機不同的地方 然後就是怎樣回到香港 就是可能隨時要買多一套機票才行 那真的是非常麻煩 我覺得香港人來澳洲也很麻煩 澳洲人去香港也很麻煩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不是可以我們澳洲的領事館 給一些壓力 這個香港政府呢? 讓他們知道確實我們很需要這件事呢? 是啊沒錯 其實澳洲的駐香港和澳門的領事館 已經是施壓做了一些倡疑的工作 就是怎樣去希望可以去放寬這個熔斷機制 但是我們澳洲的媒體訪問食物及衛生局的查詢的時候 就說怎樣可以去放寬這個熔斷機制 或者怎樣可以澳洲的機器直接回到香港呢? 他們就在那裡猶花軟 他們就沒有直接去回應問題 怎樣去做的 他們就把兩三個禮拜前 特首林鄭月娥的新聞稿的發言內容 他就說會繼續參考相關的數據 什麼相關數據我不知道 總之他說熔斷機制包括的地方 就要看一下究竟那個疫情的最新發展 就是無論是外國和香港的疫情最新發展 究竟是不是要放寬或者是繼續這些有關的措施 那麼現在問題就是香港就爆到痕痕痕 那麼澳洲呢?雖然確診的數字 總之數字是多 但是其實醫院的壓力是非常之可以接受的 那麼變成現在香港的疫情呢 搞到我也不知道怎樣說好 就是你又說怕了外國的人 就是中招有人進來去惹病香港人 現在香港人中招者中 就是被大陸嫌棄的 就是你記不記得我們說很多人 就是離開香港境的每天二、三千 那大部分就可能是坐飛機走 但是都有一小部分可能坐飛機直接回大陸 或者可能是羅湖啊各個口岸 回深圳現在被深圳人嫌棄的 是不是很可憐? 哎呀真的他們這麼嫌棄我們 為什麼我們還要請這麼高 這麼高薪金請他們回來香港幫我們 因為說有工沒有人做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醫院的壓力都很大 就是中招者中 很多人都是可能要呼吸機 可能醫院有其他正常的事情要做 做不到一定要請外援的 他們是這樣解釋 但是又回到始作俑者 就是為什麼要需要外援 就是因為醫院的運載力壓力大 為什麼醫院的運載力壓力大呢? 就是因為防疫工作做得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去問究竟香港什麼時候會與病毒共存 這件事情越清越多靈 我都覺得是有點憂心的 甚至乎你知道香港都是完全全盤 跟著中國的清零政策 連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說 要堅持這個清零政策 還要覺得2020年爆發的時候 有很好的邊境管制、長時間隔離 連圍板都封在隔離 都有一些成果 所以一年多來都沒有什麼 最好笑就是那件事 年多來都沒有任何關於新冠病毒有關的死亡個案 我覺得很仁以為傲 就是他這樣說 但是他的中招人數的數字有多少呢? 那就自己去考量一下吧? 是啊 我都頗難相信那些數字有時候 想一下他的數字有時候是可以零 有時候很高 很飄忽的 所以我有時候想一下 我可不可以相信他呢? 另外就是我們知道 香港現在的疫情是很嚴重的 每個人差不多有五萬、三萬人的中招 但是我覺得以香港的醫護人員的 他們的能力和學歷 他們應該是可以應付得到的 但會不會是在那些中層、高層上 做了一些不正確的政策 搞到他們要爆煲呢? 那現在呢 令到那個情況就是 每個人都要排隊 沒有病就嚴重了又病 沒有病呢 排一下排一下都死了 那會不會這個是一個政策上的失誤 導致到我們香港呢 就覺得好像很嚴重這樣 但一個這麼嚴重的國家 這麼嚴重的地區 更嚴重於澳洲 為什麼還要封澳洲的熔斷機制呢? 我有一些有點不太明白 在邏輯上是說不到過去的 是啊 我覺得你說不過去 是因為你的邏輯和他的邏輯不同的嘛 世界上有兩種邏輯 一種就叫邏輯 一種叫中國式邏輯 你真是有所不知了 你都未必學到的了 不過就不要理香港你揹著了 究竟是不是中高層有什麼問題呢? 這些是他們要自省呢? 我們都沒有權去留言 可能你留言多兩句 隨時被人發封信給你 說你犯國安法 帶領一些人去憎恨香港 其實我覺得是很唏噓的 有些事情有話不能說 有些我都看到Youtuber 帶大家去看疫情時的市面狀況 說高清、航拍等等 就是我想我們住在海外的香港人 就是看到這些我們以往很熟悉的地方 然後變成清零清度 那條街上靜陰陰 其實都覺得很唏噓的 就是你走去商場 十七九空 有些東西只是在外賣 有些東西索色不開 都很唏噓的吧? 是的 你看到例如在沙庭新城市廣場 晚上八點半 你找個攝影機 好像在凌晨兩三點沒有人走 你想想多個情況 相比起你現在的時候 在香港在沙庭新城市廣場 晚上八點半 人來人往之下 一對比你就好像真的很辛酸 大普是嗎? 是的 我覺得深酸是深酸 深酸就是一個美麗新香港 取代了黑繁華舊香港 那美麗新香港究竟是怎樣去發展 我們要繼續拭目以待 我們回來 Larry 我們今晚有慶祝的 我們最引以為傲 雪梨其中一個很著名的地標 就是雪梨海港大橋 Habber Bridge今天90歲生日 是的 他在3月19日剛剛好是90歲的大生日 你有沒有去看 是的 今天也有很多不同的慶祝活動 其實還有很多 剛剛我們節目開始之前已經完成了 但是還有一個節目 明天20日還可以去看 就是晚上有些LED燈去製造海港大橋 就是我沒有看一個Live的 就是很可惜沒有看Live 但是前幾天我在蜜月本回來 我們要開車經過海港大橋的時候 都看到他們有些籌備 就是有些燈光Show 其實都已經是很漂亮了 我覺得 就是縱然你在一個橋裡面那裡走 就是那些燈就在橋外面 就是向著海 那我在裡面看都是很漂亮的 那其實兩個塔 就是它是一個塔橋來的 那會投影一些歷史故事 還有就是向兩個不同的原住民群體 我們這個原住民群體 我們叫做First Nation的人 那原住民群體 還有設計一個大橋的John Bradfield去致敬 那會一直是這麼做的 做到就是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10點 那如果各位聽眾 就是住在雪梨 又沒有去的 那明天晚上可以去一下 那我們回到下一節的時候 我們再講另外一些澳洲的新聞 好的 我們下一節見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關注一下 大家都有留意到新聞 就是香港的警方 就是這個港共的政權 他就發了信給一位英國人 他叫做羅傑斯 英文叫Ben Rogers 他就針對著羅傑斯本身 和Ben Rogers 他所營運的這個香港監察 這個住在英國的機構 叫做Hong Kong Watch 那可能有些聽眾已經認識他們很久了 那有些人大家不認識 那我也講一下背景 其實Hong Kong Watch Hong Kong Watch 存在了很多年 當時他們成立 到至今 都一直是為了香港的民主發展 支持香港人的自由 背後做了很多事情 由一個很小小的組織 差不多是Ben Rogers 運命病 跟著就開始做到一些成績 做了很多的國際遊說 很多國際的聯繫 有很多直接在香港的倡議的工作 跟香港的社會界都有很多的溝通 後來發展到他找到很多的贊助人 他們就是叫他們的Patreon 他們是這樣叫的 在英國 那贊助人包括大家都認識的 前港督彭定康 和一班主要都是在議會裡面的議員 和當地的言達做贊助人 因為他們發展它之後 就變成一個更加有組織力 更加嚴密的組織 最近都邀請我進去做他們的顧問 那為什麼國安處 港共政權要這麼針對他們呢 其實我相信是 港共看到他們的強大的 第一就是 他們雖然住在英國 過往是集中做英國的工作 其實他現在擴展到全世界的工作 當然很主要的連繫 都是來自英國周邊 包括很多歐洲的國家的議會 歐洲議會的議員 他們的連繫是很強大的 其實Ben Rogers本身 除了關注香港的人權 民主自由之外 都在全世界的民主運動裡面 有很多的研究和脈絡 他都是一個學者 還有一個寫很多書的作家 知識分子 可以這麼說 所以這次國安處針對他們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警示 這個警示呢 不是只有對香港 是對全世界 特別是一些世界上面 有組織 也都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也都是集中幫助香港 或者是中國的人權自由發聲 這些組織的外國組織 大家想一下 其實很少有的 國安法到現在兩年以來 主要抓的、告的、針對的 都是香港人或者境內的人 都算是第一次 對一個境外的組織 一個外國人 去正式發信說他們違反了香港的國安法 那麼他的 他的長遠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他開闢了一個新的類別 會針對的人 他們開始 可能香港的很多 他覺得已經滅聲禁聲的都夠了 他們開始針對外國人 開始覺得他們的膨脹的力量 可以影響到外國 我相信有這個他們的想法 第二都是 一些虛張聲勢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 如果 香港監察 和Ben Rogers 可以這樣被一個 遙遠的 我們叫做共產黨的場碑 用一些這樣的惡法 去到威嚇和打擊 全世界上每一個人 每一個西方的政治人物 很多的組織 有誰沒試過批評過香港的人權 民主自由 在西方自由國家裡面 所以這次的舉動 令到西方每一個曾經發聲 或者繼續會發聲的人 他都想去禁聲 我想這個是 中共這次這個舉動 這個舉措 背後他想做到最大的目的是這樣 因為當然他不會拉到Ben Rogers 除非Ben Rogers 這麼準確自己 搭飛機飛到香港 下機機給他抓 那就真的是終身監禁了 我相信 但是他不會 但是他怎麼影響到他呢 他就是 對全世界聲稱他違反國安法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港共的國安處 可以或者不會 將他放進一個國際的通緝名單裡面 可以是公開的名單 可以是非公開的名單 所以令到他呢 非去一些 從中共友好的國家裡面 都要提心吊膽 令到他在不同的國家都有機會被捕 跟著甚至被 去到遣返回到中國內地 或者香港去受審一下 叫做引渡 不是遣返 引渡回去 這個都是對他人身自由裡面 有一些很大的威脅來的 不是對他 是對著整個全世界 那大家希望看到 從這件事看到 從這件事看到 國安法的發展 現在是對外的 現在也是 繼續向世界膨脹的 這一點 那我在這裡 都希望香港人 要特別關心 香港監察 Ben Rogers 其實他們 和我們流亡了的香港人 繼續做國際遊說的香港人 是有合作無間的 那特別在歐洲戰線 我們這樣講 歐洲議會的聯繫 很多想找我們去發言 或者在歐洲的議會聽證會 去找我們說話 很多時候 他不懂得直接找我們的時候 都會透過香港監察去找我們 所以背後做了很多的聯繫工作 他也有很主動地去幫忙找 去找不同的議會 或者半官方的機構去做遊說 去問他們有沒有知不知道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我介紹 踢去 介紹許智峯 羅本聰給你 去講講香港的情況 讓你們在外交政策上面有個調整 這些是他們背後做了很多的功夫來的 我想用這些比較公開的場合 讓香港人知道 香港監察很值得支持 希望大家用網上的力量 實質行動 好好保護這幫香港很重要的盟友 也是我們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記得當年2017還是2018 2017年我當選立法會議員很久 就和民主派的議員一起去英國外訪 當時他們還沒有很成氣候 我們剛剛當選也沒有什麼知名度 但是去到英國 他都很主動在白忙之中 就抽時間出來去找我們 聯繫上 和這麽多年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是流行了 香港是很需要國際的遊說的力量的時候 這些組織更加重要 世界上有很多類似的組織 都不只是HKW的 例如在美國有HKDC等等 那裏面我都是一個顧問的成員 那希望大家除了看到我們幾個脈頭之外 都要看到背後我們很重要的盟友 去默默去支持他們 或者給實際行動去支持去保護他們 那第二件事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都看到很氣頂 香港人都很生氣 在香港新聞界的一件大醜事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大家在講香港的防疫工作裏面 有很多內地的所謂醫療人員 或者照顧人員 來到香港去參與香港的防疫工作的時候 在一個政府的記者會裏面 有一個Now新聞的記者 他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些內地的醫護人員 如果要投訴他們 那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問題本身 你看這個字面是很忠誠的 但是後來就引發起很多 親中的團體和媒體 一起去到炮轟這位記者 說他是在煽動仇恨 說他們在拖防疫的後腿 然後就令到Now新聞台 很大的壓力下 就出了一個聲明 那個聲明裏面 就為自己的記者 去問這個問題去致歉 致歉之餘 而且還要感謝中央 在香港防疫的問題上 大力支持等等 那些微共的說話 這件事看到人神共憤 就是那個記者做錯了什麼呢 那個記者問的是香港人的心聲 我想在整個防疫的內地人員 來參與香港的防疫工作 香港人最想問的就是他們行不行 他們有沒有這樣的專業水準 如果他們真是搞我這件事 做到醫療失誤啊 搞出人命啊 那個問責是怎樣 那個機制是怎樣做 怎樣投訴 香港人我覺得頭好關心的就是這件事 所以記者問了很多香港人的心聲 也是用了很中性的方法去問 那就是何嘴之有呢 為什麼會說他做錯呢 那今天還有一段聲帶流出呢 就是Now新聞的主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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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要要坐穩 啊 有個人要坐穩 或者要看到這些情況 我們也是要保持憤怒 還不習慣 然後在這個荒謬之內 安全保護自己 香港臺及胡말ous聯合贊助 第一屆壽司馬拉松大賽 為了展示給全世界人知道 什麼才是一個真正公平、公正、有人權和人道的比賽 香港台聯同ウマイ合作舉辦第一屆壽司馬拉松大賽 由3月1日至4月30日 去ウマイ購買任何外賣滿25元 和說自己是香港台家人 就可以得到獎牌貼紙一個 去到4月30日 儲到最多獎牌貼紙的頭三位 都會有豐富的獎品 詳情可到香港台網頁留意細則 還不快約了家人 多吃點寿司? 購買任呢! 回到另一節的節目 Larry,我們要講講澳洲的政治 之前我們很多星期都會講澳洲的政治 就是關於澳洲和中國的關係 或者雷射筆那些 今天我們就講講澳洲 真是澳洲和澳洲自己人相關的澳洲政治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南澳的州政府 剛剛今天完成了一個州的大選 就要看看各個黨如何再分他們的議員 那些我們雪亮的選民到底是投了什麼票 現在就沒有完全的結果 所以就要留待可能下一集 就是我們下個星期的時候 就要留待南澳的州政府的議會選舉 究竟的結果如何 另一樣要講澳洲政壇的消息 我們上個星期都已經有講過 就是聯邦的參議員工黨的這個 我們很愛香港人的參議員傑青 就是因為心臟有問題突然過世 這件事就令我們覺得很軟 但是原來如波未了 已經過世了幾天之後 這個星期澳洲有不同的傳媒 所以他就爆了一件 我不知道是醜聞也好 或者黑材料也好 就是說這個傑青生前的時候 都是在一個黨裡面備受壓力 甚至乎是被其他的 同一個黨的參議員的高層 孤立、Bully 可能會被說話去聽 以至他受到很大的壓力 可能是壓力而導致心臟病發又不出奇 或者可能心力膠水而導致心臟負荷也不出奇 這些事情就要交給死欣廷去研究 但是這件這麼juicy的黑材料 就是由一個比較右排的澳洲人報去說的 就是說他孤立 甚至澳洲廣播公司都有很大蝙蝠的報道 最後最新的發展就是說 澳洲的總理莫里順 他都會覺得應該要查的 是不是真的在傑青生前的時候 有一個議員 其他他自己黨工黨的高層去排斥 Bully 是應該要查的 但是反而工黨這個領袖 阿爾巴尼斯就覺得不應該去拒絕 做這個內部調查 我想最juicy的事情就是疑似 有幾位嫌疑人物 說他們會曾經 可能在言語上或者行動上 去Bully這個傑青的參議員 包括什麼呢? 包括Catrina Kernoli 包括KT Gallagher 包括我們的馬拉華裔的女參議員 是黃英賢 我就不知道了 我覺得第一件事我會看到 就是對女人最mean的 往往都是女人 是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你這樣的情況 好像宮廷劇那樣 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鬥爭 但是我們不清楚是不是 真的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相信很有可能 這樣的情況會影響到工黨 他們下年 接下來這五月的一個選舉 對他們有影響 大波你怎麼看? 我覺得前那一輪 兩黨在野工黨 和執政的自由國家黨的聯盟 都是不斷地放黑材料 就是選舉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但是他們不悔改 首先我們前一陣子 都已經有說過打中國牌 究竟哪一個是滿洲候選人 又或者可能是傑青生前 都是跟一個聯邦的ASIO的老總 問究竟他們粉碎了一個外國勢力去掩置澳洲政壇 或者選舉的行徑的時候 他都曾經有提過究竟是不是哪一個 某一個華裔的朋友 那這些就不知道 究竟是誰是誰非是沒有人知道 但是現在就進化了另一件事 就開始互相去撥憤了 就是黑材料不斷走出來 就是bully都玩了 其實我會覺得的就是 我想大家如果真的要去認識澳洲政壇 首先是要屏氣了香港政壇所想的事情 其實澳洲政壇甚至乎比香港政壇更加五光十色 就是我們說在野工黨或執政的國家自由黨聯盟 當中不只是一種立場 有很多種立場 就是你就算是一個保守的右派的自由黨 國家黨的聯盟裡 都會有左派左翼的人士 就是左中右都有 那你不是左的不是中的不是右的不是自己大圍的領域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排擠 那也都是另一件事引申的 我覺得就是bully在澳洲很容易會 很多可能是你的政見立場不適合而被bully 可能是你的樣子好像Larry那樣 你長得太英俊會被bully 有些可能是因為你的種族可能不是太得人討好而被bully 那也有的 幸好是很充滿這些事情 但是bully的程度有多少 bully是影響身心健康的 以前我會覺得那些人經常會抑鬱 然後病了不上班 一年半左右去claim一個work cover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會覺得是否澳洲人心靈脆弱呢? 其實我會覺得很多人的承受能力不同 聖載能力不同 很多事情真的不足為外人道 是啊絕對是 欺凌不論什麼情況什麼地方 什麼年齡什麼性別 什麼階層它都會有發生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 這些影響我們身心的事情 都是一個平常心態 去看會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 我覺得心理健康很重要 其實這幾年澳洲都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慈善團體 或者政府撥款去注重心靈健康 我覺得最令人鼓舞的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在LINKIN裡面 我有join到的 有subscribe到的 澳洲有一個運動叫做 Are you okay? 其實你講得快一點就是 Are you okay? 其實就是引發 就是引起引起引起一個話題 就是可能你很久沒見過那個人 然後可能見到他靜靜地 你自己去關心他 Are you okay? 可能現在那個人崩潰 然後會哭了 跟你說話 可能承受了很多很大的壓力 就是願意去討論 就是願意去討論 或者願意去討論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 可能那些事情是收起來 收起來 不肯去說出來 其實真的很需要一個契機 就是你只去拍一下肩膀 Are you okay? 那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去分擔 就是可能會影響到生命的 就是如果那個人是想自尋短見的時候 你只是很好的關心 那可能已經救了一條命了 絕對是呀大寶 有時候你搭一下肩膀 說一下一句 那有人如果知道有人關心他 他已經覺得可以減低到他那種心理上壓力 是啊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樣很重要的就是我覺得澳洲做得很好 澳洲的傳媒真的不畏強權 他真的很勇於去監察這些政界政府 就是因為我們說的那些黑材料 或者那些東西走了出來 都是因為有人報料 然後有些知情人士說話 然後再去挖掘去報道 這些這麼爭取公眾的知情權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他們是不怕的 甚至乎有些例子 甚至乎有些法例禁止去報道這些 那他們就去法院申請一個豁免令 然後接著去報道一些很影響公眾知情權 或者很公眾利益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不像香港那樣 美麗新香港兩天前 你有沒有聽到那段短片 就是某一個電視台的新聞部的陳勝某 有高層去照顧下屬廢話 去問一些問題 怎麼好像在流蘭政府那樣 是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平常 我也是會這樣問 但是竟然會有這樣的人會說不行 我想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香港和澳洲相差那麼遠 是的 美麗新香港很多事情都不同 一個輝煌舊香港的了 尤其是可能很多事情你已經不能再看了 有什麼不能再看呢 就是例如我們澳洲將要去放映的 紀錄片時代革命 星期五晚已經開始賣票 很熱烈喔 Larry 是啊 我聽聞好像有一兩場已經賣光了 你有沒有買到 我自己買了 很放心地拿著一張QR Code 等到時間去看 但是如果大家考慮要去買 就很盡快了 手快又手慢 好了 我們今個星期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一起去和理查一下 在疫情期間 每一道都是菌 小心啊 幸好我女朋友都很聰明 買了一份禮物給我 挺有趣的 又有個圈 又有個勾 開門 也可以 入升級的時候 按鈕 也可以 到升級裡面 再按鈕 也可以 那我的手 不會有菌 嗯 非常好 Cleankey已經上架了 來我們香港台網站 按選購啦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自學教室的阿Ted 擁有超過13年的簽證審批經驗 如果你對移民加拿大的資訊 又或者政策有任何移民的話 都歡迎來到我們的website 又或者直接電郵給我們 打壓時機 下個成功移民的可能就是你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二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epperwo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sc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xer Engie 鄭太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如果你睡醒起床 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 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令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支爭點 如頭、肩膀、臀部 將承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褥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的電話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事聊聊 床 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3、2、1 由獅子山下到公民廣場 香港之路從未平淡 眾言前路茫茫 香港人仍然昂首闊步 從來不甘安置到盲點 決定上路去再實踐 要試暗淡細情 有日方請請你堅持良心界線 別棄手繼續相信你拿大宇宙 逢星期一至五 香港台有我Peter 和我Rita 一起開咪 將香港人精神田地開發 好,3月19日 今天如果香港和我們一起做的話 8時早上也是香港8時的夜晚 搞了鐘了 現在一個隊 一個隊 其實香港 大家都知道 情況都不太好 那個不好的意思是 可能限制很多 我們都沒想過 那個數字 如果單憑的數字 誰會想香港突然間因為染疫的死亡率 總之在香港報出來的數字 還沒想過過一百萬 是呀 有很多流行榜我們都想上 但這些榜一點都不想上 但我今天和大家聊天前 講一講我們多人多 我相信Alfred也知道 《時代革命》這部電影 《遍地開花》 4月開始 4月1日至10日期間 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有些會一致去 同步 是的,同步 戲院有做的 到有些叫串流 可能又是到6日至10日 但我們多人多也有兩場 加普的 亦都是4月2日 跟大家說 在正式一個戲院裏面 在主流戲院裏面 大家上網去買票也可以 我相信不同的各地的香港人 你們在你的當地 你的城市裏面都會有的 希望大家都響應這個 很難得的一齣電影 我們這邊就是分別 4月2日兩場的7點鐘晚上 Karlton和Elgan Mills的 Imagine Theater Imagine Cinema 大家上網可以訂到票 再次多謝多人多香港會 給Irene的安排 好了 喂 看到疫情在香港的時候 Alfred有什麼感想? 唉 不如先說說加拿大 好啊 可以說說加拿大 喂 我們開關 越來越開關 那就是這個新聞 其實昨天已經 主流傳媒已經報了 那就說可能 可不可以是能 現在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 那就是4月1日 當然現在大時間 入關時間 不要搞錯 是啊 如果入關時間做得太 你是3月1日11點鐘 對不起 是啊 簡單一點 跟香港人事 就是說 如果你是完全感應 定義 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說 喂 你做一個arrive can 就可以來的了 不需要說 之前又要驗一驗 PTR測試都不用了 好像是 省了 免賣 那arrive can 你仍然是要做的 就算我們Canadian 都要的 那麼 4月1日開始 凌晨 就入境之類 就不需要了 這個是世界的潮流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國家 尤其是歐洲 英國 沒錯 他們盡量都想 真的開放了整個 沒錯 沒錯 再次重啟經濟活動 但是 沒錯 為什麼 對 怎麼跟香港相反 為什麼 真的拼了頭 加拿大是不是傻的呢 不是傻的 打個比喻 香港人做過ETA 這樣就可以來的了 打了Fully vaccinated 就算是打了四仔 明知四仔是不行的 他都給入了 是啊 它是一個list有一堆 都給入了 其實現在 當初大家就說哪隻疫苗好過哪隻疫苗 去到最後 去到今時今日 差不多你有打就行了 是啊 這樣吧 稍為爭議性就是那種 稍為爭議性 是吧 是 那麽就算了 那麽問題就是 加拿大是不是傻的呢 如果香港說到這麽大陣仗 很嚴峻 是呀 又說三分之一人口 Oh my god 中了 中了 三分之一 真的接近二百萬 是的 跟著全民檢測 未到 他就說未到 他就說未到 全民 全民都要分階段 他可以解讀 是吧 分階段 第一階段 可以了 不用了 第一階段 滿意就不用做了 他沒有說到 或者是這樣的語言藝術 有什麼招數 出一出的那幾個衰招是那幾招 我猜這次他突然堅持了 其實最主要是整個中國裏面都開始爆發 就是蓋也蓋不住的 有些東西雖然這些數字我們永遠 我就當他說的是真 暫時我見到好像有二十幾個省 Exactly 沒錯 其實說來講去 如果你特區政府 你不就說我要跟著中央的同一方向 你說出來吧 沒有人可以的 你跟著中央政府走 大家不就閉嘴 不喜歡一件事大家閉嘴 你不要說到自主 你不是自主 他不能說出來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他不相信 香港現在說 就算你說一國兩制 我們都不要問有沒有 高度自治 有沒有高度自治 是的 一國兩制 說來說你制和不制 結果一樣 這種一國兩制 你制不制都是這樣 制和不制 都是這樣說 很嚴重的 都是這樣說 就是歸根結底 就是可不可以 就是誠實些 你是譬如說 失憶圖阿爺 就說 哎呀阿爺 一國兩制 我們不玩一國兩制 哦 今天就完了 其實是可以這樣的 那看什麼呢 如果香港人可以來 可以來 就是我們老家 我們叫老家鄉下 反其道而行 沒有辦法 算了 那他們之前 他們全部去很多 有負擔得起 去了新加坡 聽到說話 新加坡是多人 最多人暫時 就是在這段時間 叫做去了那邊 休息一下 可以理解那些 幾個總的公司 現在平均一天有兩千 兩千人離開香港 就算現在說這個pandemic一開始 我想那些人真的醒覺了 就是醒覺的意思是說 喂 如果這樣管下去 不敢擔保經濟起不起飛 會不會重啟到 就算你有什麼補就業 對 沒錯 這個是很消極的做法 根本整個經濟都沒有 你想想要那些人 停下了 那些人就先離開 現在來說 好像三月到現在 一個月沒有了七萬多個香港人 唉 這個趨勢會加劇 你覺得快不快 九七的時候 九七的時候我已經過來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九七的時候 那些人是離開時 我不覺得他們有危機 因為我那個年代 也有些親戚扮了什麼 企業家移民 那些人是有能力的 只不過說不知道什麼事 我走了 現在不是的 直接殺到你了 直接壓到你了 所以其實現在加拿大 如果放鬆了這個 是的 其實大家基本上 如果要找地方 如果你有朋友 或者親戚 那你真的可以隨時 也有多個地方考慮 是的 沒有人看 過來 如果有部分香港的朋友 在猶豫 是說 唉呀 好不好來加拿大 LIFE VOT 或者怎麼樣 那便借這個機會來看看 不過我聽說那些機票很學士 學士 還有我最近有個這樣的 你給我一些BREAKING NEWS 這個都是主流說的 這份BREAKING NEWS 都挺重要的 是 我想告訴你 如果這樣看 我問一問你 你是旅行官 你也是移民顧問 你看見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有什麼觸覺呢? 你就這樣看一看那些核心 你覺得有什麼? 那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是善意的 是善意的 首先在加拿大打不打針 就是你自己的 是不是? 曾經那些 有一段時間 就是說 有些公司不打針 什麼什麼什麼 不准做什麼 這樣就很受爭議 然後譬如說曾經 如果我沒有記錯 Metro Toronto Police 不打針 不准上班 那Union都跟他們翻臉 是不是? 就很有爭議的 這個就是沒完沒了 因為打不打針 很多朋友都翻臉 我看到他的內容 他的報告很有趣 他建議 就是加拿大 你剛才說的四月一號 開了 他就看到 他都自己這樣說 有見及此 就是世界各地都在開放他們的機場 整個國家不需要再 有些國家已經不需要你進去 打針那些都歡迎 不問你了 不問了 你知不知道發生了一些事 他那裡說 他最好不鼓勵那些叫做 non-essential travel 我聞到什麼 我聞到 就是說 你記得 杜魯多 我們的總理 他試過很強硬 用了緊急法 用了一個星期 是的 一星期間 這樣其實都得罪了幾多加拿大人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選票會再次大選 是的 他講了這件事出來之後 他就說 不鼓勵大家 其實如果你是沒有打針兩針 沒有這個vaccination passport 你不應該去做一些 那些non-essential travel 我的翻譯就是 如果你是 essential 這樣 你明白嗎 是的 你如果是 essential 你就去吧 如果一對香港人 或者所有人 是 essential 有很多東西都是 essential 是的 例如我要去見我的有病的男女朋友 家長 去看醫生 香港台 香港台要在英國開多個分店 是的 是的 那是 essential 是的 怎樣也好 我覺得他慢慢就開始 如果你要跟世界接軌 大家都經歷了這一年兩年 有些疫苗你都說 四仔那些不用說 四兄弟 有其他不同 大家爭論完一陣子 其實你是不是想自己 有回旅行的自主權呢 我猜全世界都能感受到 應該要重啟 大勢所吹 你就看到他 雖然叫了大家一定要 你不是這件事 你都大勢所吹 所以我政府吹出來的風 就說 你non-essential 你就不如 最好不要 是 跟著就沒有交易了 這個不是民主政制之下可以做的事 你試試硬 你與民為敵 首先我們有法院 法院齊低他 他back off 知道會輸的 他知道會輸的 是不是 跟著他的政治代價是很大的 下一個他還是 minority government 弄個標出來 一頭反對黨又要輸 其實我會覺得 待會我們也會說 烏克蘭這一仗 又救了他一點點 是的 沒錯 我不想說有打仗 不過這件事的確確 令加拿大好像在人道上 那方面有很多事情 沒錯 我們暫時再說這個問題 我們說回香港 剛才你說的 如果要明白香港現在的人的講話 我想你接觸多過我了 就是我做新聞之後 讀多一些 港府現在用的東西 其實都要了解 有時候我們懂那些廣東的字 就是我們認得那些字 不明白怎麼解釋的 沒錯 是的 還有一件事 真的我也有看的 比如說那些 有時候那些新聞也有說說 那些政策也有說說 還有一件事大家留意一下 他們用那些詞其實還很生手 他說的時候有點疾疾的 就是不是那麼流利 即是他直入廣告 直入了是很生氣的 有份稿給他 是的 讀一下自己的腦 好像progressing 讀出來好像沒什麼信心 現在直入了一些東西 好像不是那麼順 你說了誒 尤其是那些高官局長 只不過林鄭說得很流利之外 其餘的高官都很疾的 都很疾的 譬如舉例 但我們香港人不用這些 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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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個詞 原則上是很正確的 只不過你要dual intention 譬如說申請過來讀書 之後申請書A 那我是別有用心 但我不會說 別有用心 不是這麼囂張 你是別有用心 是不是 都可以的 都給你了 就是同一件事 可以正面用出來的 別有用心 然後又寫 堅決反對 你refusion 不是算數 你堅決反對 反對就已經是 難道你很軟弱地反對嗎 是的 沒錯 都是堅決 是的 沒錯 就是一個女生拒絕你 突然間 我堅決我反對 就是那個家長 反對 那我就想定了 你是做 你是唱歌的 你是唱歌的 你接著女兒就帶男朋友回來 是 很不順眼 她又說話 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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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唱歌 Killing Me Softly Killing Me Softly 不要玩 肯定是重手 那也是 Killing Me Softly 他真的是 打得你輕輕手 是的 沒錯 根本就是 你公園挑戰 公園挑戰 公園挑戰 老喲 我想過來讀書 到加拿大讀書 接著有機會移民 我不是挑戰你 我不是為何公園挑戰你移民法律 我只是借勇 他們會這麼說 我借勇 就是這樣講 那你公園挑戰 就是你說勇於嘗試好不好 其实北京一用那些字 其实是那些战狼外交的 是呀 用负面罚人的 不会得请 如果你的申请不得忠实 条件不够你不会成功 不会得请 我明白了 其实我就当加拿大那个政府 一样是你在做这件事 你不行就不行 你的申请已被禁止 是的 你的阴谋不会得请 就是你请进来做我们的 就知心失败了 是的 是的 就是这样 声明一下我们现在反中乱港联的说话 我们两个人玩东西就知道中乱这么说话 不过就是这样 最近你看到俄罗斯甚至去到那个层面 去到普京 他自己不知是否打仗打了三个星期 你见到乌克兰 世界各旗都在派战军 又真的站在他那边 虽然暗产华盛利华 准备好 他就在骂他们自己的那些人民 你不要说在电视台里面 那些人都有出来反抗 但是他骂那些人 他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这些人的心在曹营 心在什么 嗯 是的 心在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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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普京就是骂那些俄罗斯的人民 再说他们自己现在很多人 就是那些勾结外国的势力 反对他 反对他们的人就别走用心 一模一样 你见到原来这些乌克兰 都是会用这样的势力 去控制自己的人 其实一向北极雄是老大 韦利雄是兄弟 看着北极雄支持他 经过这件事反过来 北极雄跪下了 他不过武器 是的 他说一些事情 甚至乎他的论谈 很战狼的 那些论谈 这个是出于北极雄国家说出来的 但是他的思维 就是那个接触 哇 还有一个人 我怀疑他背后有一个研究 有一个PGR 就是那个市民 如何政治政治公司的项目 应该有的 所以用回那一套 还有你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每年 不论俄罗斯也好 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国家 那些 每年有一些国庆的时候 军备出来暴操 两个国家都很劲了 是的 没错了 他见到那些炮 飞机 都很劲了 你留意到 好惊到今时今日 虽然就已经向中国 大家看了新闻了 申请了为你 不是申请 喂 你可不可以传一些武器给我们 是的 不懂了 第一就是说 你平时那些出来跳舞 说自己很厉害 如果你厉害 你又不用找中国供应给你了 是的 没错 原来那些是全是一个表演 没错 是的 不是一定厉害的 第二就是大家所有美国 他说你够胆 你就试试做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啊 你这样帮忙 你有没有问过 为什么 其实那些西方国家 都帮忙 运一些武器去乌克兰 为什么这个问题 大家又会不会挑战他 但是当他和中国 帮忙 传一些武器过来的时候 大家制裁他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好像没什么出声 是什么都会担心的呢 老大大 你现在摆明你是侵略别人 你侵略别人 不是说两个国家有什么纷争 比如说两个国家 边境有一个岛 不知道是谁的 就组组了 就算你是组组 你都在那个岛的范围组组 你不是到周围组组组 我去根据你的 砌平民吧 是啊 没错 你只是意中了 你是洋军 就砌人家的武器 应该是这样 擺有透明 做到这些 其实北极洪 一样有大内孙 从哪儿学来 就是学回 Reinhold的那些大内孙 跟国人说 我們正義之師 還有一些納稅義業 給他清了一句 噢我的天 接著說他們鄰近有兩個省 其實是我們的人 港岳義的 他又沒有拿回來 他又不是拿 他很聰明 真是想計 我承認他們兩個是獨立的 這些計劃是誰給他的? EQB給他的 他都一樣 好像叫那些人 就算很可愛 維尼雄那邊 都叫那些國民不要學英文了 好像你剛才說的 是呀 是呀 我看到視頻 他們現在就是 鼓勵大家 清英文 不是清 清英文 不學英文 不學英文就學俄語 我看到那些視頻 嘩 為什麼這麼有趣 中國人不要學英文 學俄語 為什麼要學俄語 俄語 為什麼呢 原因是什麼 會不會 因為這麼多人講英文 你講話幹什麼 你也沒有優勢 你學點少一點嘛 那才有能力 這才是麻煩的 哈哈 在俄羅斯做什麼 做刁皮的那些 是呀 沒錯 石油 是呀 沒錯 去想想 去侵一下天然氣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很奇怪 問題是怪怪在的 為什麼禮害國的人 會不會聽話 哦 我們一起學俄語 因為我覺得全國家最喜歡的東西 叫做total control 你很想完全控制到你自己的 outcome 覺得可以自己拿到最大的利益 但其實現在如果真的 譬如說 強國裡面你真的學俄語 喂 你有沒有想過你真的從此呢 就從世上來講 真的奧運的那兩個人 只有兩個人握手的那兩個人 是啊 沒錯 害來幹什麼 是不是學俄語真是搞笑 你明明是英文 我擔心到時候你更好生意 啊 不知道 其實我都做我退休了 退休嗎? 這個puffet 我們一起好嗎? 這個最新出了 你知道他們invade了 是啊 其實兩個禮拜前左右 就是移民部很急地推出來 這個應急的 是應急的 當時就說 大約兩個禮拜了 真的是兩個禮拜出來的 這個寫得明 這個不是Hong Kong Puffet Hong Kong Puffet 就是移民的 這個是Temporary Resident Puffet 另外一個新的category 是啊 當然你要拿Ukraine的passport 才可以申請 人不需要在Ukraine的 有些已經走了去西邊通道 波蘭那些可以去到 你在那裡都可以申請 那就是他17號 昨天宣佈 抱歉 現在錄影了 是的 就說他加多一件事 他歡迎那些人 甚至乎同時間申請一年 三年的開放式的 沒有年齡限制 無年齡限制 沒有年齡限制 總之你穿著Ukraine的passport 不重要你是在那裡 你就可以申請了 那就是他答應了 他的processing time 趁快做的 兩個星期批 兩個星期批 我可以在這裏又可以取回你的資訊 那時候我們不是在說香港的passway 雖然完全不一樣 他就因為那個形勢 當時我們2019年就很急 那我們就推出了兩個OWP 我們就純OWP Open Work Permit 看這個Open Work Permit 香港的Open Work Permit 你還是要剛剛畢業有一個condition 就五年來 沒有錯 因為你剛才說了 你就可以申請 過去做一遍 然後這次Ukraine的危機 跟香港的級數真的不一樣 他就讓你過來就立刻可以做事 如果找到 是的 也要有僱主請他 是的 首先幾件事 如果你是當初沒有申請 來到申請也可以 沒問題 你已經有個朋友、親人 甚至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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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17日那個宣布就很清楚了 就是說他將會加一個叫做很新的permanent pathway 但是只是在family reunification那裡 家庭團聚那裡 是的 換句話說 他暫時勝利那些是無限人數的 你來多少就來多少 但是他同時間移民部已經跟 這裡的Canadian Ukrainian 社會已經有聯絡了 因為加拿大有一點 大約1.4個 Ukraine background的移民公民 一百七十萬的 一百七十萬的 其實一點都不少 它是全加拿大第二大過濟 是的 是的 因為這個是不是印度 我沒有看清楚 你猜嗎 我經常以為我們中國、香港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以為是 其實不是的 無論如何都好 他就這些本地的已經來了的鄉里 會私以援手 你說那個找工作那裡怎麼樣 他就鼓勵現在移民部 就是政府 Service Canada 已經在一個job bank那裡 故意設立一個特別的section 就是Ukrainian的employer 或者你是想支持Ukrainian的這個 所以就去那裡找工作 就鼓勵本地的僱主去請Ukrainian 因為他過來來說 他是需要生活的 接著就是其他的省份好 territory好 甚至是municipal好 再看看怎麼大家夾手夾腳 就是他最需要就是initial settlement 還有各方面都很幫助Ukrain做事 包括病毒醫院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會看到其實當世界有那個戰爭 好像這些侵略的時候 其實我想加拿大這個地方 如果不要說領導人 整個國家本身是很有人道立場 沒錯 我想說一個例子就是 現在這邊其實加拿大很出名 有病童醫院 你知道Ukrain那裡都有小孩子病 但是現在很戰亂 以及炸醫院 你記得了 炸了一些有病的兒童 需要繼續去醫治 病童醫院用了一個臨時的方法 就是和一些國際組織 帶一些烏克蘭的兒童 就是有病的那些 最近應該是上兩天而已 申請了兩個很複雜的病人 已經很成功經過 你知道在打仗的地方 又要去波蘭 然後怎樣飛 然後來了加拿大 加拿大出了名 那個醫院就說了 我們會繼續用這個途徑 因為都不是太難 然後就希望大家會籌錢、捐款 沒錯 幫這方面 病童醫院很多時候 每一年都有幾次籌款 肯定捐多些錢 就幫多些這種人過來 就是各方面都出了方法去幫忙 是的 還有有些機構 它就是說 譬如籌錢 有一個更大的機構 又搭配它 可以配合整個上限 換句話說一下 譬如說阿周 你捐10元 可能變成20元 另外有10元 又有大的機構撐著它 會成大了 這個證明加拿大一個挺好的國家 其實你覺得以前香港也是這樣的 是的 穿大地震 穿大地震 華東水災 湧出來捐錢的 唉 現在我們要希望上高 降我們一馬 說真的 還有你講到OWP這個 就是他們能夠解決了他們的問題 我突然想起我們香港的朋友 其實要珍惜這個 剩下所餘無幾的時間 去申請OWP同派這個streamway 是的 講到對方 最重要不是用來比較 它這個category 雖然它就不需要去screen 不需要計算年齡或者學歷 什麼都不理 但是他們真的是臨時留在那裡 是的 反而OWP香港這個pathway 我們這個申請 你只要計算完一千六百個小時 你就立刻可以申請 一年了 是的 沒錯 就立刻申請 那又有一個 就是我們在這個方面 不計算戰聯 我們拿著這個OWP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是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了解到 你想想 Ukraine就需要多些人進來 因為它很安全 但它也不是立法給你 為什麼它會給香港呢 因為當時它承留在香港 這群人來到這裡都危急 我想這個歷史 雖然不可以調來調去 時空交錯 你幻想一下 如果Ukraine的打仗 是的 香港的社會運動是現在才發生 我想它未必救到這麼多香港人 這是假設 但是我可以說 加拿大人道的社會運動的事情 是會繼續做的 會繼續做的 不過意思是 它已經有一群這樣的人 我只能夠理解去一個地方 它不是說人造會家 如果我就當香港一樣 是發生這件事 Ukraine如果在前面是打仗 香港也是打一場社會運動的仗 是的 沒錯 可能它一樣比好像Ukraine 我們可以給多些人 沒錯 未必有一個好像 你現在可以申請Permanent Residence 不如我們嘗試將兩個情況 兩個都是外出的社會運動的方法 兩樣的背景是不同的 譬如Ukraine 我看過一些調查 其實Ukraine是愛國的 他就是暫時離開了 但是打仗那裡不是永遠的 不會的 所以如果那邊平息了戰亂之後 他們會回去幫忙重建自己的國家 所以這個是三年的官網期 在這個階段來說 都可以說都幾Generous 三年官網 你不要走著 移民部的推算就是 那邊好之後 那些人不會 就算加拿大 香港台及Ukraine聯合贊助 第一屆壽司馬拉松大賽 為了展示給全世界人知道 什麼才是一個真正公平公正 有人權和人道的比賽 香港台聯同Ukraine合作舉辦 第一屆壽司馬拉松大賽 由3月1日至4月30日 去ウマイ購買任何外賣 滿25元 以及說自己是香港台家人 就可以得到獎牌貼紙一個 去到4月30日 儲到最多獎牌貼紙的頭三位 都會有豐富的獎品 詳情可到香港台網頁留意細則 還不快約了家人 吃多支Sushi? ウマイね! 透氣、舒適、立體、Level3、FFPE 和KF94認證 最重要是Made in Hong Kong 舊細口罩專注為香港人做最好的口罩 你買了沒有? 位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 以供選擇 為慶祝17周年 現在提供200套輪圈套裝 以特價優惠同路人 發短訊去416-709-8651查詢 Signal或WhatsApp都可以 我終於找到一個香港人的整車師傅了 以前小時候回到香港 早幾年再回流回來 他見到你幫到他 解決到問題 或者幫他省錢 大家都是香港人 即是幫香港人 尤其是最近比較多人走 即回流回來 可能我早一點 真的需要幫忙的就幫他 我所有的車都是Mang幫我做的 一聽就知道他是自己人 價錢老實 還有6個月的專業信心保養 還不快拿起你的電話 打905-597-7783 去看看你的車 有甚麼要調整一下 是的 他出於自己愛國 他會回去重建國家的 但是香港不是 回去煲底相見 我們可以回去煲底見面 因為始終它連著中國的地方 是的 那這件事 你想想烏克蘭 只不過它裡面有一個東巴斯 一個兩個城市 都搞到這樣的戰聯 香港、台灣 台灣都更緊張 你想想在那個離開的一個島 香港 你想想想要 如果在烏克蘭 都沒有人敢派軍 在制空的地方 你想想香港距離美國 多遠 是的 所以其實來講 因為烏克蘭這件事 我最近一兩個星期 多了幾個人在台灣的香港人 去了台灣 去了 即是他再申請來這裡 是的 他在想 他為什麽奇怪 他已經很穩定了 那為什麽再來加拿大 好奇而已 他就說怕打仗 那當然我沒有話說的 是的 我沒有話說 當然了 收好線之後 你說你猜我猜 我猜不會 看單位做什麽 你還敢用 自己沒有政權 不過我不敢說 即是他們有些事情 不像正常人 這個是很大的教訓 即是你以為自己這麽厲害 一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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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全民皆兵 即是人家救齊 這個國家真厲害 烏克蘭厲害 真厲害 真厲害 他真的不是和你說笑 你不要說只是那些普通軍人 那些市民啊 明星啊 沒錯 下岸人、女人、老人家 是的 老人家走出去都會練槍啊 還有他們真的會 那些女士 尤其是我覺得 他們很偉大的地方 你以為離開你的另一半 你隨時做寡母婆的 帶著兩個箱子 帶著小孩來加拿大 或者離開波蘭 或者其他那些 其他什麽斯洛文尼亞那些地方 是的 但是你要想想 他們要聽老公說 我現在要為國家打仗 你保持一個血脈幫我 因為我陣亡之後 我們烏克蘭是要復國的 所以是要 你想想那種分離 那種determination 是的 沒錯 很難做到 是的 所以其實來講Ukraine的資源 其實很豐富的 就是農業的礦 小麥那裡很厲害的 很多的 它其實資源很好的 所以來講 暫時是要保住這幫人的性命 財產就無不了 但是就是你所說的血脈 就是跟著 他們會回去的 而且總統真的沒得頂 是的 不知道怎麼說 實在太厲害了 可能他做一個演員 是啊 是啊 其實是這樣的 我發覺很多網上的人評論 這是一個演員 其實意思不是這樣的 He is an actor He is an actor is a fact 他的背景是 是的 但是有些網上說到 他是在演戲 這麼勇敢在演戲 Come on 為什麼把整件事扭曲了 嚴重反對 哈哈哈 嚴重反對 肯定別有用心 嚴重反對 我們反不反對 喂 到底黃先生 黃國衛先生 有人問 你現在有人幫你申請 寫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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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一定可以 是否包得 這樣的 其實經過這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越來越多 然後有很多人輸了 所以我做過 他們問這個問題 我可以理解 我不會說他 這麼不理解 他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就是有一點焦慮 就是顯示了他的心 有於來 就淫於愛 心態 是不是 那這個問題 我就很難直接回答 我只可以首先 把一些背景和大家分享 譬如我們是 我們是一段時間 受了一個監管的機構 監管我們的商業行為 是不是 那我就有一個叫做 職業操守 或者叫做 職業道德指引 或者職業操守 我怎麼說都是那樣東西 那我們是 我們沒得選的 一定要跟從的 當然你要跟從 要跟從 還有有沒有人不跟從我們 那就是subject to disciplinary action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尊重這個行業的話 從業員你有這個資格的話 最好的control就是你自己control 譬如說我們加拿大人來說 我們是服從 跟從 沒有服從 因為我們respect law that's why我們跟從 但是有些國家反過來 我怕處罰 我才聽話 是兩樣東西 我怕處罰所以跟從 還有我尊重所以我跟從 這個意思 就是那個什麼什麼 這份什麼 這份什麼 反光 是吧 就是職業操守 大謊話 就有十幾頁 十幾頁 那就很回應你那個主題的問題 我是不是包贏 先說一下 Mr.Wong 你這麼鬼牙策 周圍說話 如果大家看開那個 就是那個職業操守 我引幾個條款 大家會清楚一點的 它那個1.1.1 就是很長的 就是這樣 所以 又有1.1 又有1.1 就是這樣說下去 它說得明 這個專業操守的存在的目的 就是保障公眾利益的 因為是監管那些會員 持牌的會員的商業行為 所以不是用來保障公眾利益 有多少人? 整個加拿大有沒有大概一個數字? 暫時有八千幾個 暫時有八千 所有國家的移民公民 不是只是香港人那些嗎? 有加拿大 就是拿了這個 Destination這個執業資格 當然大部分在本土 很大可以全球的 那就是八千幾個會員 那我就應該是第一批的了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年就是正式發牌 第一批發牌47人 那如果我這麼多人也是47人 我當然知道 那就是我是其中一個 時維2005年 第一批正式發牌 那時候要考試 很多人就是怕讀書 怕英文 怕什麼呢? 要做的事你就做了它 第一批加了它 好了 那1.1.1就是說 這個職業操縱的存在 保障公眾利益 就是申請人的利益 那相反 如果你找那個是沒有牌的 那就吃自己了 沒有人保障你了 那這個第一 那它有幾個條款的 2.2.9 括弧V 再括弧V 哎呀 那些 哎呀 那些 那些存在客戶 覺得呢 它是有能力影響簽證官 批或者不批的 哎呀 我很朋友的 認識他們的 我經常跟他們吃飯的 就是這樣經常有飯局的 卡拉OK的飯局 是不是 大家要小心聽它 Alfred今天引用的那些 因為我們很多 我想不經不覺 很多時候有時候 都聽到這些個案 那大家為什麼會 所謂下了答呢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你都就是說 噢有高人 他是因為什麼 之前是怎樣有什麼經驗 那你就要小心 你現在就只不過是一個移民顧問 你的關係 不可以成為一個慫恿的原因 可以的 其實如果稍微用一下少少邏輯的話 大家 Anyway 有些邏輯 我們的邏輯不等於其他方面都一樣 譬如 喂 現在什麼都online申請 你online申請去了哪個地方 你無從得知 哇 你能夠認識這麼多人 你的組織龐大到 整個香港的officer 你認識了 還有新人 有很多新家人 是的 不要玩 沒可能的 你認識什麼人 我又做個魔鬼 不要說這行業 我用另一個行業 大家在加拿大很熟悉的 我不知道在外國 英國 或者美國 或者澳洲有沒有 我們這邊很流行 為什麼呢 如果衝紅燈 那些叫做traffic 哦 沒錯 你記住了 那些罰款 這邊很浪死的 一罰一罰得很厲害 除了罰款 加拿大很快沒有分 你不能開車 沒有車真的很嚴重 香港也是 是的 他這邊有一種叫做ticketfighter 嗯 paralegal 是的 那ticketfighter做什麼呢 就是幫你減輕罪名 他說拿著一張東西 放心吧 我以前是做警察的 嗯 有些人說 我做警察的時候 你想想 在警察的時候 現在還是做警察的交通部 那我是否自然會更多 理論上也是這樣明白 是的 如果他用這個方法跟你說 我可以幫你減低你的分數 或者給我幫你 那這個就是 可以投訴 是的 你說的那些是paralegal 他是一樣是譬如安撒的law society 他們不是lawyer 只是A1 license 他們能夠做的法律的範疇很limited 譬如說交通 譬如說租務條例 就是Land Rob和Tenant吵架 譬如一些比較簡單一點的東西 那你就說得很對 很多就是說是做開架的 是 是 那變成不要找走出來 他很多時候 隨時去辦公室 隨時看得到他的照片 放在那裡 以前做制服的時候就是一樣 是啊 其實不對的 只不過就是 還沒有人去投訴他 其實那個行業 其實講穿了 其實你都知道他怎麼運作的 借一點時間 就這樣講 他上庭的時候警察有沒有來的 警察不來的 沒有主控 那就沒有個案子 是不是 可以講一下情的 可以講一下情的 不是說什麼句你們討厭 好像看戲那樣 穿小黑袍 跟著就是假髮 袍袍袍袍 不是 是 好了 說回我們的主題 好了 然後他有個 我不是說了2.2.9V 不是 VII 不可以的 但是這樣2.2.9VII 就是我們不可以說 我認識別人 不可以 但是我可以說 我會和你盡力爭取 我可以說 譬如 不是每個人都說盡力爭取 是不是 講得也沒有講 我怎麼盡力和你爭取 譬如說 其實申請study permit 是有張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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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打麻將那樣 所以譬如說 有一個叫做偶然 有叫做當然 有一個必然 有三個言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可以打麻將那樣 是不是 新手 喂 我不懂 我指張而已 不等於沒有吃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他吃股就是偶然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做一個老爵的話 他就是 因為在長時間來說 他贏是當然的 我覺得是 是當然的 但是不是必然 老不老爵都有機會輸錢的 不過輸少一點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可以說 我用什麼方法 譬如說 你不是憑空想像 但是我們有移民 你有你的張法 是 這個 我會和你講 你有你的炮制方法 總之是 嗯 可以這樣做 第一 還有一個就是5.3.1 這個其實是很嚴格的 他說 這些會員 如果你不是這樣熟悉 這一類的申請 你是不應該接的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那不讓我做 其實意思就是說 保障客戶 你不要找人做白老鼠 這樣就這樣說 如果任何萬事在這裏 我當你第一天拿個牌 那你怎樣 通常來說 現在轉了之後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學徒制度 學野期 沒錯 沒錯 那就要跟了 之後才可以發牌 一斤一輪先 看看那些 老爵當然那些 你知道他們都會偶然 對 然後就創造了一個新的問題 誰會收學徒呢 哈哈哈 就是說 會不會 教學徒弟 沒有師父 是啊 我收了他 他在我樓上開了間 那又怎樣呢 我收不收他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來的 不過anyway 從那個行業 那個監管的發展 就已經有了 和律師公會看齊了 好了 接著有一個 7.1.1 就是說 會員和客人 就代之易誠 honest candid candid 大家查一下字典 的意思是直話直說 說真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 跟我做個諮詢的 那些香港朋友都知道 我不安慰人的 說什麼我都跟你說riske 你這麼想 風險這裡 風險這裡 即是即話直說 所以你有什麼SUV Sala Visa 你不就申請 你看看每年的數據 收多少人 你馬上走了 這個就看上一集 馬上走了 當然了 8.1.1 就是客戶資料一切保密 所以很多人關心 還有最後一個 12.1.1 就是我們會員 做什麼形式廣告也好 網站也好 也好 你要讓市場知道你是受監管 你是受監管 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有很多同期的香港 突然間無出來的專家 他只是說 那些加拿大有很厲害的 法律團隊合作的 會計師 會計師 有什麼 財務策劃師 地產中間 什麼都有的 OK 反正其他一些 不說 如果你是那邊這麼猛的 撐著 你怎麼不說誰 你都說了 如果你是有個這麼猛的團隊 撐著你應該很引以為榮 就把他放出來 起碼有王國維隔壁的那個R421511 是啊 我不會跟香港的人合作的 風險太大了 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 也不應該跟他這樣合作的 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我最主要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是 如果香港朋友看這麼巧就看 有排的人不是只有我 你就引以為界 這個規定其實是幫助你們的 所以我們說了 由戰亂講到現在的情況 香港直到後面 講到操守問題 如果大家覺得有什麼疑問 仍然可以問 去到網站 link1.ca下面 是的 接著再問問題 因為中 我們下午還是什麼 插一些記憶說一下 好呀 好呀 下個星期再見 各位 希望大家繼續 如果你有些朋友 你在各地 你在澳洲 找你香港的朋友問候一下他們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朋友 也可以把這些東西追蹤給他們 讓他們覺得 希望我知道加拿大是怎樣的 他們多一個認識 是會好一點的 這是一個好的決定 OK 最後問方一個問題 deadline for申請OWP和stream made 學生 申請OWP 如果是 考慮 快一點 最遲是 2023 207 2月7號 OK 但是記住 你申請那時候 那兩樣東西 你的證書和你的transcript 有了 所以 其實我覺得是今年9月那班 尾班車來的 尾班車 尾班車 或者有些其他大海外那些 可能還可以有其他 但是香港本土的話 尾班車 今年就是尾班車 這就是申請Open Government 如果你錯 如果你錯失了 沒有辦法 不用怕的 走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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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Hong Kong 就變成了 你看看2026年8月底 31號 OK 是的 大堆時間 有時間也好 行動 OK 所以每次都提提大家 好像忘了 好像我記得OWP都是問的 OK 大家必須留意 OK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伦多Scrumge's Restaurant 大家好 PepperWal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有機慢活市集 WOOP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SIR Engie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继续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分享这信念 无论议地或隔阻 总可再见面 回头着血液的理想 奔向飞前 心一起同行 不孤单一人 齐底看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万世都抹楼 继继续相伴同行 永光民之同行 永光民之同行 Speed Up Hong Kong 速简直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